2023年7月,刀狼发布新专辑《山歌聊哉》,低调回归,歌词中辛辣的嘲讽迅速引爆网络,与此同时发生的事,在互联网搜索刀狼,立即收获纳英、杨昆、汪峰、高晓松、中国好声音5连跳。 罗大又毫不吝啬地表达对新歌的喜爱,周华健想提前和刀狼约演唱会档期,因时间未定被婉拒。2002年的那场雪,以远胜当年的威力,强势登陆,针对刀狼的攻击,穿越这19年,无差别地完成反弹。 2004年初,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售不久,整个新疆的大巴,出租上,司机开始循环这首歌。 乐评人严峻前往成都等西南的十个城市巡演,发现商场,火车上,几乎所有地方都放着同一张专辑里的歌,词曲演唱者是他此前从未听过的刀狼。 北京是最后一个被刀狼音乐席卷的城市,当地音乐人自信满满,这座被誉为流行音乐风向标的城市,不会接纳刀狼。 而只要北京不接纳,刀狼和他的歌就不能算国内流行乐,可没有打版和宣传。 短短几个月过去,从北京的音像店到商场、理发店、酒吧、网吧,听到的也都是同一场雪和同一首情人。 马东多年后还记得当年的场景,走在北京任何一条马路上,至少能听到三四回这首歌。 在唱片行业的末法时代,销量5万张就被称为白金唱片。 刘欢和刘德华巅峰时期的单叠总销量不超过30万张。 2002年的第一场雪卖出270多万张正版唱片,创造了中国唱片销售记录。 据不完全统计,盗版销售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5倍。 从不听华语音乐的华纳唱片负责人黄峰也听到了刀狼。 在广州,从开奔驰的司机到做奔驰的老板都在听刀狼。 人人传唱的歌曲,却被北京音乐圈彻底拒之门外,提及刀狼的走红,刘欢的说法是,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评价它。 这已经是最温和的说法,乐评人好访一将其概括为从生理上讨厌,给我十万块也不写这种歌。 如果我在饭馆里听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,就会要求老板关小一点,怪枪怪掉的。 高晓松将刀狼的成功总结为师大夫阶层的失败,持唱片行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,企图以精良地制作引导大众,刀狼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引领的失败和社会的可笑。 在某档音乐选秀节目上做评委时,他甚至公开表示,如果选手唱刀狼的歌曲,他很难让对方过关。 我会问他,你为什么要唱歌? 如果是心灵需要抚慰,那么唱这样的歌心灵就是这样的。 我不认为他唱刀狼歌的选手会是个好歌手。 我不会只看嗓子,心灵才是第一位。 张艺谋将《十面埋伏》的首映里,作为刀狼首次面对公众的露面平台。 此后,汪峰忍不住发牢骚,刀狼的成功全是拜媒体所赐,如果没有恶炒,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虚假繁荣。 无论专业,创作实力,还是作品本身,他的歌都很普通。 《十面埋伏》首映世上,刀狼无人喝彩的场面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大家这样去捧他,实在让人感到悲哀。 歌手杨坤直接反问媒体记者,他有音乐吗?你认为他那是音乐吗? 刀狼甚至出现在北京举办的抵制网络歌曲《恶俗之风座谈会》的批评名单上,出席者同样是个音乐界知名人士。 他们承认刀狼商业上的成功,却不另所有批评。 有媒体直接以北京音乐圈对刀狼走红很愤怒为标题,概括了这场围剿刀狼的行动。 在七里乡、江南、极光甚至老鼠爱大米发布的同年,刀狼猝不及防地成为听歌者的最大公约数。 音乐人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,刀狼同样如此。 当时,刀狼工作室的对面是新疆展览中心,每天从早晨开始,对面用大喇叭循环播放他的专辑。 连听一两个月后,刀狼开始害怕,且身体会到许多人反感起这张专辑的原因。 我自己都听烦了,当一首歌你从早上起来就听,一直听到晚上,在哪里都能听到。 在所有不合适宜的时间地点和心情下,那些外放歌曲的人强迫你听你特烦的音乐,对他就不是特别喜欢而是特别反感了。 歌曲的爆红,让刀狼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。 无边际的草原被替换为一眼望尽的高楼大厦,原本在戈壁喝酒、跳舞、聊天的无拘束生活,变为每天早上十点飞往不同城市的航班。 每天见不同的人,但他们穿同样的衣服,问同样的问题。 宣传和采访无穷无尽,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,蹲守在刀狼家和工作室的楼下,等不到人,大家就聚在一起玩牌,无人离开。 全国各地的演出都以他的噱头卖票后,再来邀请他。 邀请失败,就称刀狼无故缺席,欺骗观众。 拼盘演出打着刀狼演唱会的旗号,演出结束后,媒体以整版篇幅报道刀狼演唱会缩水,耍大牌。 大红大紫不是刀狼的梦想,刀狼还是四川自中县的罗林石,也曾不顾一切地追梦。 但现在,那都已经成为过去时,他二十调皮,和哥哥说话不超过三句就会打起来。 跟随现文公团的父母下乡演出时,他自由发挥,乱按按钮导致演出现场灯光全灭。 直到12岁那年,文公团的电子琴坏了,父亲修理后,林觉得琴声好听,急性玩了起来,没有一点阅理知识却弹出了简单和弦。 一旁的表哥认定他有天赋,劝说他的父亲买来三百多元的电子琴。 那之后,放学后的罗林再也没疯完过,他拿起电子琴,拿起吉他,学乐理知识,学编曲。 17岁那年,文理分科前,罗林度过了此生最努力的高一,最终物理成绩只有61分,他只得转去文科班。 很快,他发现所学内容并不实用,一音字的缘由,老师讲不出所以然,很多东西都很假。 他想走依靠道路,系统学习,流行音乐,可80年代港台流行乐刚刚传入内地,他喜欢的邓丽君,罗大佑在主流文化里还是迷迷之音,当时四川音乐学院并无流行音乐相关专业科系,市场上也没有相关教材。 他索性带着一百多块,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内疆,寻找志同道合的高手,切磋,拜师,他们也就都成了别人眼中的坏孩子。 歌舞团的前辈,舞厅的键盘手,都是他的老师。 他和后来的八属孝星廖剑组成手术刀乐队,希望像罗大佑一样解剖社会,但他们的演出,一晚上才挣20元。 1991年下夜,20岁的罗琳意识到,两人继续留在成都没有前途,于是各奔东西。 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女儿40天后也不辞而别,只留下一句,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 廖剑自此走上孝心道路,而罗琳苦寻爱情无果后,前往文青圣地,海南。 他和朋友们再次组起乐队,起名地球之子。 乐队跑夜场,罗琳一个月能赚八九千,一万多。 他意识到夜场只是消遣,没有表达后,再次与乐队不欢而散。 这一次,他选择了月薪一千多的苦力工作,招聘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放着一两万不正要来这里。 罗琳给出了年轻人的答案,为了理想,我不能用音乐养活自己,应该挣钱。 来养活音乐。 他这样坚持了许久,1995年,音乐母身体抱恙,他随同前往妻子的老家新疆。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依旧以苦力工作养活音乐梦想,白天工作,晚上去工作室写歌。 他和妻子,两个女儿住在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,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床。 平日里,他只买一块五毛钱一瓶的新安大区,这是当地最便宜的酒,也被称作下岗大区。 罗琳至今记得,他决定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的那天。 那时,父母从四川赶来新疆看他,一家六口挤在乱糟糟的房子里,一岁多的小女儿在闹,父母带着大女儿在另一张床上休息。 他从家里出发去工作室前,回头看了一眼,房子位于三不管地带,远远看着像在贫民窟,清冷的月光照下来,一切无处遁形。 他不再拒绝商业化的工作,写广告曲,翻唱,也不再自视艺术工作者身份,羞于谈钱,讨薪,梦想落地,反而长成参天大树。 2003年,罗琳化名刀狼,在新疆发布了翻唱的专辑《西域情歌》,没有宣传,歌曲自乌鲁木齐传播开来。 当地音像店老板回忆,不知道为什么,只要店里开始播放土鲁番的葡萄熟了,就有人不由自主走进来买这张专辑。 有人建议让刀狼的歌走出新疆。2004年,专辑2002年的第一长雪推出前,绝大部分唱片公司以不做这种唱片为由,直接拒绝。 最后,是公司老总托朋友帮忙,靠人情关系发表。 2004年一世,与《西域情歌》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上演。 有国外唱片公司打来合作电话,却被告知,那张专辑三个月前就放在了他们负责人的案头,此前一直没人过问,现在则已错失机会。 它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《爱是你我披着羊皮的狼》,一首接一首的歌曲在大街小巷传唱。 它受邀为奥运会写歌,参加主题曲《北京欢迎你的》演唱,可它还没完全适应从罗琳到刀狼的转变。 在罗琳的梦想里,只要有间房子和太太,两个孩子在一起,能吃饱饭就可以。 在此基础上,努力做个二三线歌手,很安全,有相对优务的生活,可以做想做的事,不用抵挡各种非议。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件好事,但我真的不希望我这个人被大家都知道。 刀狼无法对扑面而来的质疑,批评视而不见。 专辑里的原唱歌曲,是他提着酒壶在歌壁滩行走了九年的成果。 1995年进入新疆以后,他每个周末坐着班车,垫毛驴,带着酒,前往壁滩拜访当地牧民,喝酒,跳舞,唱歌,弹琴,融入其中,听他们讲周围的生活,音乐的源头。 当地人以酒会友,他不善言辞,一杯杯喝下对方递来的酒。 几次夜里醒来,发现自己睡在假山上。 现在,他最引以为傲的音乐理想,被网友和高高在上的音乐人们彻底拆掉,瓦解。 他不知所措,最终用了几天时间,看完网上所有相关报道,评论和批评指责。 2006年后,他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,除了奥运会,正在演出等公益类活动,他不再推出新专辑,也拒绝出现在任何演唱会。 2010年,刀狼藏起来的第四年,深圳举行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,担任评委会的纳英,在十大有影响力歌手推荐名单上看到刀狼,一票否决,并说出了那段经典审判。 刀狼的歌不具备审美观点,KTV里点刀狼歌的都是农民。 一年后,刀狼重回公众视野,国内外三年十二场巡演,演唱会主题为谢谢你,感恩遇见的所有人,加拿大多伦多Casinorama演艺中心,座无虚席,演出大厅外,挤满了没买到票的华人。 旧金山美声堂外,演唱会前一天的发布会上,有粉丝排队等待签名,等待时间超过三个小时,零下20度的乌鲁木齐,万人演唱会持续到凌晨一点。 从北上广到江苏延城,香港红看,万人演唱会出席率都在90%以上,刀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万人K歌奇迹。 他找回了被击碎的自信,而事实上,作品早已替他完成反击。 2005年,印尼九级地震引发惊天大海啸后,香港演艺界号召两岸三地,两百余名艺人发起爱心无国界演艺界大会演。 刀狼接到邀请后,半小时内完成了公益歌曲《爱是你我》,没有经录音棚,没有录制小样,在香港大学城的舞台上演唱。 七年后,这首经由小沈阳夫妇唱火的歌,获得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。 这是每个领域只有一个获奖作品的国家级奖项,而刀狼是唯一一个三次获得此奖的歌手。 香港歌手青睐他,谭永林专程跑去新疆邀刀狼写歌,期间音等不及,还先行将2002年的第一场雪翻唱为粤语版的《讲不出的告别》。 刘德华将冲动的惩罚与忘情水相提并论,他向刀狼约歌,直演简单直接的旋律更适合自己。 李宗盛则作为音乐总监,直接操到了刀狼的第二张专辑。 2010年,已经几年不听流行歌曲的罗大佑,听到刀狼的名字时,加快了语速。 我听刀狼,他可以把唱歌唱得像讲话一样,但是旋律还在。 滔滔不绝地点评,被主持人强硬打断转移话题,成为不少歌迷至今一难评的回忆之一。 越来越多的人在多年后听懂刀狼,为当年的嫌弃而抱歉。 那时的刀狼已经在《谢谢你》巡演结束后,又一次沉寂,淡出公众视野,他找回了内心的平衡点。 帽子一摘,露出已经泄顶的脑袋,就能坐回罗林,混进菜市场,继续和菜贩子砍架。 没有人认出他是刀狼,他轻巧化解那应的指摘。 对于娱乐性的奖项,不需太认真。 2023年7月19日,罗刹国向东26000里响起,不需宣发的榜单第一。 又回来了。 蒲松林的《聊斋志异》中,罗沙海市描绘的是一个对错美丑完全颠倒的世界。 歌曲上架后,人们兴奋的逐字逐句拆解词中异响。 《向东26000里是中国》,《一秋和是娱乐圈》,每句词都能对应曾经与刀狼有关的歌手。 节目,众人将其奉为神曲,单曲循环,短视频平台,短短一周时间,播放量突破25亿,反而是刀狼的歌迷最先辟谣。 刀哥就是单纯做音乐,别把人想那么复杂,报啥仇呢?做自己而已。 他们不在乎这是否是复仇爽文,歌词是否别有深意。 或许正如南大教授所说,能对号入作者,说明他就是小说和歌曲中讽刺的人,对号入作的人越多,说明讽刺的意义越大。 而刀狼也不在意外界那些声音了。 罗沙海市上架后,罗大佑又第一时间听完,且不吝夸赞。 那之后,他想起了几年前与刀狼的那场对话。 你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什么? 只要能传遍大街小巷,被无数人传唱,大家怎么听都听不腻。 这样的歌曲就是代表作。